2023澳門廣州繽紛產品展 今天在廣州扒州保利世貿博覽館開幕 展會免費開放帶來很多澳門特色手信 譚瑞珊報道 展會上澳門企業帶來的各類特產很受歡迎 各種促銷因為的標誌隨處可見 這間澳門企業帶來的牛肉乾豬肉乾 工作人員說價格比澳門當地的售價還要低 這間澳門參選企業展會以前一直為主購買的人 不少消費者大包大包購買 工場員說他們帶來的貨物一小時左右已經銷售了五分之一 限成餅 蛋餅 展會也專門設有澳門特色美食區 豬扒包 雞扒飯 葡萄等澳門特色小食現場製作 黎先生五年沒有去過澳門 非常懷念澳門美食 這次專門來過口癮 展會現場仲設有廣州建區 老字號一條街集合眾多廣州老字號品牌 和優質相格 油米海味乾貨等應有盡有 繁紛產品展一直持續到24號 全部免費向市民開放 市民來到扒州保利世貿博覽館門口 素宜維馬田好相關訊息 就可以免費入內參觀 在報道署這裡 會有這種10元的抵用券可以領 部分的展位買滿100元就可以抵扣10元 不少參展企業說 按往年經驗 很多貨品在展會第三天中午前就會賣完 打算來購物的市民就要趁早了 港七電視機井 譚徐三角鬥